第2951章 一场持久战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杀 给无杀 黑暗中 黑袍帝的丝毫 暴虑而威严 但他之形态 与他之威严 就颇不相衬了 被圣尊与帝姬一路追杀 已不知顿了多久 且初心不改 一边逃 一边给天魔恶魔下命令 以骤印相威胁 驱使他们 强攻那座祭坛 身后 圣尊紧追不放 地基亦如此 老实说 两尊志强巅峰 已有些怀疑人生了 那尊残缺的地 状态或许很糟 但开盾的本事 绝对不是盖的 那飘逸的身法 那顺了的腿脚 绝对的其他地的名号 照这般追下去 追到死都未必追得上它 所以 任何一尊地 都是闹着玩的 任何一个成地之人 都并非偶然 战力强不强 都是次要 某些神通 是准地远远比不了的 譬如造阵 譬如开盾 杀 黑袍地下的 是死命令 天魔恶魔自不敢违抗 有骤印控制 他们只能冲 有太多后退者 当场生毁神灭 那尊地 不是开玩笑 是来真的 真与假 与诸天的志强巅峰而言 都无所谓 几千万大军 听上去唬人 实则 都是直老虎 没有坐镇的大将 无毁天灭地的帝兵 都来多少都是无用 想攻破祭坛 门都没有 几十尊志强堵在那 就如一条鸿沟和天前 无任何一尊天魔 或恶魔能跨过 正因如此 夜晨才悠闲 丝毫不担心的 这帮老家伙蒙起来 是真的蒙 对老辈们 他很有自信的 混沌 轮回 夜晨清难 又盘膝而坐 一边混沌眼 一边轮回眸 乍一看 颇是奇妙 同时拥有轮回眼 与混沌眼 纵观整个诸天使 他绝对是头一个 他眸中有神秘力量交织 以轮回眼眼化一念永恒 以混沌眸眼化缩地成寸 一个时间 一个空间 皆有奥妙力量 于谋中徜徉 他寻的 还是冥冥中的平衡点 这一座 便是三日 三日来 黑袍地的丝毫 平平不断 天魔恶魔的功法 亦不曾断绝 可以得见 魔兵魔将的攻势 弱了不守 为功上祭坛 反损失惨烈 几千万大军 愣被杀到不足千万 反观众准地 虽气喘吁吁 可底蕴还在 但要一把把地吞 天魔恶魔谋足了劲 他们也一样 再特么强攻 定杀他们的全军覆没 破 黑暗深处 黑袍地吐血了 好似能透过天魔恶魔的谋 忘记那边的战局 是他高看了天魔恶魔 也低估了诸天准地 人多好像没啥的调用 无魔著作之称 还受诸天压制 炮灰终究是炮灰 堆不出那条路来 退 终究 他下了命令 几千万大军都未攻下 更遑论此刻不足千万的兵力 他要做的 便是召唤更多的天魔恶魔 要把这一次阵仗还大 一口气攻下祭坛才行 得了命令 还是攻伐的天魔恶魔 如蒙大赦 多丢盔卸甲 四散逃盾 这一战 哪是攻于守 分明就是送人头的 对面那些个狠人 群攻仙术 一个比一个霸道 那不是一个一个地打 那是成片成片地灭啊 走 拿走 第五神将司贺 拎着开天府出去了 看样子 没怎么杀痛快 霸道如湛王 强悍如楚江王 也都手持帝兵出去 难得见天魔恶魔扎堆 那得多宰点 省得日后找人找不着 破 破 破 画面 还是那般血腥 守了多日 众准地中是反攻了 几十人的阵容 能追得千万大军满黑洞的头 不知何时 轰隆声和惨叫声才湮灭 重准地皆回归 浑身是血 皆是天魔恶魔的 各个煞气滔天 那等煞气 只能在杀戮中 才能磨练出来 黑洞 终是归于平静 某些人啊 是真不要脸了 地老一屁股坐在了铜柱下 拎出了酒壶 说着 还不忘瞥了一眼盘袭的夜晨 要不咋说数你最小嘞 真不把俺们这些个老家伙 当人看啊 这雷 我也不背 夜晨未说话 那副神态 代表的还是这等寓意 说起当年 你们也没把我当人看 哪次去天玄门 哪次不挨揍 某些个脸皮 就是你们打出来的 莫废话 恢复萧号 东皇太兴屹立祭坛边缘 依旧警惕地望着黑暗 天魔恶魔败退 不代表就不会再来 潜藏在黑洞的天魔恶魔 不计其数 几千万大军 也只是其中的一丢丢 天晓得下次再来 会是何等庞大的阵容 那尊黑袍帝发起狂来 还是贼吓人的 说起黑袍帝 就不得不说地基与圣尊了 一前一后的回来了 一个唏嘘则舌 一个无奈摇头 追了好几天 愣是没追上 追着追着 便不见了人影 再想找 毫无踪迹了 目测 会是一场持久战 楚江王也坐下了 王口中塞了一把丹药 也在不经意间 瞟了一眼夜尘 时空岂是那般容易悟出的 这期间 必有一段漫长的岁月 他们得守在这里 一旦离去 黑袍帝必会搬走祭坛 人在这 那就是活靶子 黑袍帝必定在筹谋 更猛烈的功法 因此 夜尘悟多久 他们就得守多久 直至他悟出些时空 直至他愈合到伤 破 他看时 夜尘又遭窗 半截身子都炸毁了 灿灿筋骨暴露 血骨淋漓 仅仅看着都吓人 还真是一次比一次惨烈 参悟时空的人 都得做好被炸 或者生死到消的准备 夜尘一声叹 已轮回眼开天道 将地老扔了出去 目的极明显 是要让地老去搬救兵 因为接下来 的确是一场持久战 他们必须得留在这 必须得守好祭坛 他须悟出时空 须愈合道伤 才能将祭坛搬出黑洞 他知寓意 地老自是懂 入了星空 便开了狱门 再回大楚 便召唤了四方 中阶地 是神虫 地道祭坛 经一声不断 此起彼伏 连人亡都没于井中 地老懒的解释 颇多是融入了神识中 传与众人 能沟通太古洪荒 有意思 龙爷来了 圣皇也来了 一同来的 还有子萱 其后 玄荒和幽冥方向 都有强者降临 远古族皇 南御大族 地道传承 都来了不少 连霸王龙皇和暴龙皇也来助战 颇多人都拎着帝兵 人影乌央 清一色的准地 清一色的巅峰准地 其中步伐至强巅峰 又一次 天玄门动了逆天秘法 将援军送入了黑洞 你就别去了 人亡眼间 自人群中拽出一人 正是东神摇驰 强者都去了 总得留下一个镇守大楚 他这个战武渣 是撑不住场面的 可惜啊 他没拽住 姬宁霜顺身不见 一同去的 还有南明玉树他们 夜晨的妻子们 无意拉下 全都去了 这下 黑洞热闹了 本来底气就颇足 如今诸天援军到来 更是硬气 棒棒棒 哐荡 吭腔 上祭坛的人 都不安分 大多人都拎着一根棍 走一路敲一路 这祭坛 浑身都是宝啊 一尊中阶地 耗费万年铸造的祭坛 的确不凡 夜晨已重塑胜区 再次闭谋 姬宁霜和南明玉树他们 则在不远处徘徊 不敢上前叨扰 诸天之所以这般大动静 似乎夜晨 也是守祭坛 他之意义重大 他之意义也不小 想弄走祭坛 只夜晨做得到 须巅峰状态才行 身负到伤 做不到的 咋样 靠谱不 地老揣着手 恶呵呵的 身侧多老不正经的 也都揣着手 脑瓜子左瞅右看 眸中都刻着俩字 靠谱 地老出去一趟 搬来的那些个援军中 有不少都是女修 如子轩 如九天玄女 如朱雀女王 各顶各的美女 守祭坛这般枯燥 能抽空看几眼美女 心情会好不少 看 还看 干正事 东皇太心扔过来一道神符 落在众老家伙中间 乃地道天雷咒 只需他一念 便能见人炸得满天飞 众人干渴 麻溜起身 正事 自事要干 心道的援军 都未闲着 不止拎来了地气 还搬来了地道沙镇 布满了祭坛边缘 一圈接一圈 每一座沙镇前 都堆满了原石 力求一波功法打过去 给天魔恶魔锤成傻逼 固若金汤了 住了防御 重准地才各自坐下 静等天魔恶魔来 要来最好一块 杀个干干净净 便一劳永逸了 给你们一个忠告 莫惧他太近 宋帝王悠悠道 口中的他 自是指夜尘 那货物的 可不是普通的道 那是时空 是会炸的 一不留神 就会遭波及 就这 还是有人不听劝 那是一头牛和一只猴 乃圣元皇和魁牛皇 闲得淡疼 一左一右凑了上去 嘿 就那么巧 夜尘炸了 炸得比上回更彻底 整个圣区都暴灭成灰了 方才走道的魁牛皇与圣元皇 当场翻飞了出去 被炸得神区崩裂 如此 众老家伙才老实了 更多人谋 是忌惮与骇然 时空荡真霸道 夜尘也荡真够魄力 看似是悟道 实则 是在鬼门关前溜达 本章完 第2952章 时空线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戒三道 咔嚓 咔嚓 祭坛上 满是骨头噼里啪啦的声响 听得人心里直隔音 乃夜尘 盛在重塑胜区 重塑的速度 极其的缓慢 足用了半月 非他恢复力不够霸道 是因某种力量 抵消了重塑之力 而此番乍灭 他原神上的伤痕 又扩张一寸 隔着肉身 能瞧见他之真身 那道裂痕 森然可怖 欲速则不达 难民欲数轻语 满目地担忧 无妨 夜尘微笑 擦了嘴角鲜血 欲速则不达的道理 他自是懂 他这还是将速度降到了最低 不然 每日都会被炸一回 时空难悟 道伤难遇 第四日 他又盘坐 一只轮回眼 一只混沌谋 一个演化着时间 一个造化着空间 还在苦苦找寻冥冥中的平衡点 老实说 那是大海捞针 冥帝看得颇心急 急也无用 他对时空的参悟 倒是可以传给夜尘 可那未必是好事 那个平衡点 需自个找寻 需一次次惨烈的尝试 毕竟 准帝与帝是不同的 历史诡计 变了 道祖看的则是苍渺 也是个推演的行家 此刻也成了睁眼瞎 未来之事 又多变故与变数 连他都算出 连帝都无法逆转 如这次夜尘冲击境阶 若无跨时空绝杀 夜尘必大成 无天见尊必成帝 一尊帝一尊大成圣体 诸天便是两个至尊 足可应对帝道变故 可惜 变故来的突兀 又牵扯无尽变数 夜尘大成 或许不会有那么多人死 但因跨时空绝杀 那就不好说了 他年 诸天或许又是尸山血海 时光悄然流逝 眨眼 三月悄然而过 三月间 黑洞平际一片 不见天魔与恶魔来 静得可怕 然 正是这份静 给人以压抑 暗中 黑袍地必在绸缪 的确 他无一日停歇 满黑洞的跑 满黑洞的召唤天魔恶魔 三月时间 所集聚的力量 已足够庞大 更甚第一次 可他 未曾罢首 还在召唤 力求把黑洞中的魔兵魔将 都召唤出来 以便一举拿下那座祭坛 三月来 夜尘又炸了三五回 最后一次 险些身毁神灭 此刻都还未重塑出圣区 原神的伤痕更大 两月后 他才勉强重塑了圣区 你可悠着点 楚江王揣手而过 语重心长 夜尘未答话 某有一丝明雾色 这几次诈身 并非只有恶难 亦有机缘 虽未悟出时空 却对时间空间 又多一份真谛 于悟时空大有一处 不知第几次 他避了双眸 此番 他并未盘息 如雕像助力 两久 才见他动弹 一手执空间 一手执时间 双臂轻轻浮动 动作极其缓慢 咋看都像是在耍太极 以空间为阴 以时间为阳 他虽避着双目 可谋中 也在演化着 空间成前 时间成坤 欲以此法勿时空 嗯 有见地 明帝悠悠道 此法 他当年也曾尝试过 偶有所得 祭坛上 众准帝都在看 耍的是太极 勿的是时空 夜尘或许是另辟蹊径 但能否行得通 还是未知数 夜尘这一练 又是三月 未曾停下 整日都是 那几个动作 时而缓慢 时而急速 他若是个凡人 必定会成太极宗师 那气韵 那首饰 一般人可模仿不来 此三月 才是真的静 未见天魔恶魔 也未见夜尘炸开 三月时间 他都在舞太极 未曾有一瞬尝试 让时间和空间交织 不过 在场所有准帝的谋 都深邃了一分 自夜尘身上 寻到了异样的气韵 是时间法则 亦或者是空间秩序 两者未交融 却有莫名的时空波动 那惊鸿一线的力量 是众准帝 从未触及到的 干活了 正看时 突闻炎黄一语 闻言 众准帝皆收谋 已嗅到了魔煞之气 沉寂几月的黑洞 又闻轰隆 黑暗的深处 已有四片汪洋 汹涌而来 有天魔 亦有恶魔 阵仗比上次更庞大 饶是他们见了 也微微色变 看来这几月时间 黑袍帝真真发狠了 杀 给无杀 未见黑袍帝人影 只闻他之丝毫 寻不到源头 或者说 那或许聪明了 并不在这片黑洞 只以地道骤印 驱使天魔恶魔 杀 设于骤印 天魔恶魔不得不攻 又将祭坛围了 各个都是疯子 一片接一片 不畏生死 玩命冲锋 嗡 嗡 嗡 祭坛上的地道杀阵 齐齐复苏 在同一瞬 射出了地道神盲 破 破 破 天魔恶魔成片葬灭 乌黑的鲜血 染着魔光 剑满黑洞 就这 还是前仆后祭 比起朱天准帝 他们更怕地道骤印 攻不下祭坛 一样是死 也得窥黑脸女帝 与恶魔大帝已死 若见这等画面 必定会大骂黑袍地 你个贱人 不是自家的人 你是真不心疼啊 有种自个上啊 轰 碰 轰 这一战 打得足够火热 藏在暗中的黑袍地 地魔又不满血丝 不看不知道 一看气死人啊 他这兢兢业业的召唤天魔恶魔 诸天那边也没闲着 也搬来了救兵 将那座祭坛 守得固若金汤 一片又一片的炮灰 都为泛起半点浪花的 事实证明 他召来的天魔恶魔 还是不够多 照这架势打下去 莫说攻下祭坛 搞不好还会被杀得全军覆没 没办法 对方的大将推多 破 破 破 漆黑的蟹花 占满黑暗 莫说冥帝 连盗祖都不忍直视了 那画面 就仿佛朱天准帝手中 都握着一把机关枪 而天魔恶魔 则手拿冷兵器 在玩命的冲锋 他们的勇气 着实可加 但下场 就有些惨了 冲上去多少 便被扫灭多少 到了 都未见有人登上祭坛 那哪是战争 分明是单方面屠杀 祭坛法阵中 夜沉微皱的眉宇 在轰隆声 又舒展了一丝 时间与空间交融的瞬间 便是时空 几月来 他第一次开谋 谋有名物色 使他走入了雾区 使他想得太远 明明自有平衡点 但如今的他 最先找的不是平衡点 而是时空 愈合道伤 才是最紧要 看了一眼四方 他当即盘膝 运时间法则 演空间秩序 使其一顺顺碰撞 将时空 交织成了一条线 一条可缝合裂痕道伤的线 在他的牵引下 时空现缝出了第一针 那感觉 颇是奇妙 不知是疼痛 还是苏痒 只知自己的道伤 在缓缓愈合 那速度 虽慢到极致 但剩下的 仅时间的问题 或许三五年 或许八年十年 他都等得起 这就对了吗 明帝笑道 随手拎出了酒壶 夜晨要做的 不是误时空法则 而是找出时空 只有找出时空 才有资格去误时空先法 能找出时空 足能愈合道伤 道祖不语 地谋是深邃的 按说 夜晨遭跨时空绝杀 是必死无疑的 之所以未死 不是因夜晨底蕴有多雄厚 而是未来多半有人 替他化解了绝杀的威力 说白了 夜晨遭得仅是绝杀的一丝余波 还是被化掉所有威力的余波 不然 夜晨哪能用时空线缝合伤痕 若绝杀稍稍有那么一丝威力 纵他不死 也永远不可能愈合道伤 除非 他能彻底悟透时空法则 而非仅仅找出时空那般简单 这一点 黑袍地便是血淋淋的例子 用了万年 都未能重塑到根于本命源 只因他遭的不是余波 而是真真正正的轮回斩灭 他二人的伤 是有本质区别的 刺啦 刺啦 轰隆声中 有轻微的刺啦声 传自夜晨 传自他之元神 那道时空伤口 在时空线的缝合下 冒了一丝丝青烟 被时空线缝过 伤痕一点点的这愈合着 跑 拿跑 朱天准地赫声吭枪 半数以上都杀出了几坛 没错 天魔恶魔又溃败 都在四散顿逃 是黑袍地下的撤退命令 他以为这阵容已够了 尴尬的是 朱天也在增兵 两两相比 还是远不够看 轰隆声 延续了足九日才烟灭 众准地回归 杀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 而镇守祭坛的准地们 已围住了夜晨 各个眯着眸 盯着夜晨原神 恍惚间 似能瞧见一条四隐若现的光丝 比头发丝 还要细千万倍 正逢合夜晨到伤 时空 现 天老捋着胡须 试探性道 有时空气息 他寻到了 地基微笑 谋中是有震惊的 震惊夜晨的天赋 也震惊夜晨的手段 竟真找出了时空 竟还能御动时空线 缝合他之时空道商 如此 仅是时间问题了 老君笑道 今日 真真被夜晨惊到了 话落 他便飞了出去 是被炸飞的 只因他身侧 有那么一个人才 也在误时空 乃造化神王 的确出类拔萃 通晓些许时间和空间傲益 也学着夜晨 一手制空间 一手制时间 双手那么一合时 灾难就降临了 不止自个被炸了半个肉身 连老君也遭了个大殃 与天魔恶魔斗战 都未见有伤 此刻被炸得一脸猛逼 本章完 第2953章 在天少年帝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刺啦 刺啦 幽济的黑洞 没了轰隆 刺啦的轻微声响 成了醉悦耳的旋律 众准帝都寻了叔父的地儿 或拎着酒壶 或往口中塞丹药 或布置阵法 所有人的谋 都盯着夜晨 一年了 这祸中是走上了正轨 道商终于开始复原了 除了速度有些慢 其他没啥 楚江王捋着胡须 话语悠悠 这话 真真的大实话 众准帝这儿巴金的看了半个月 夜晨那道原神的伤痕 好似就没啥个变化 愈合速度慢到 让人心骄 照这架势 没个三五年 别想复原 可夜晨不急 即也没啥调用 能找出时空 已是万幸 此法 比起悟时空法则快多了 真想悟时空 起码得百年起步 缝合道商 慢虽然慢了些 却是最直接的 嗯 正看时 见尊豁的侧眸 嗅到了地道气息 乃黑袍地 躲在黑暗窥看 他未感知错 的确是黑袍地 远远便瞧见了夜晨 面目猙獰 咬牙切齿的 夜晨不急 他却急 一旦让夜晨复原 再想夺回祭坛 那就是痴人说梦了 哄 碰 哄 一瞬 四大剑修 圣尊 地基等十几尊准地 齐齐踏出了祭坛 直奔黑暗杀去 奈何 黑袍地跑得推溜 足追了三日 也未追到他 再回祭坛 夜晨已停下了 脸色苍白 嘴角溢血不断 用时空线缝合原神道伤 是颇好经历的 比炼化诸仙剑碎片 消耗的还更多 如此消耗 并非无缘由 他只找出了时空 并未参悟出时空 用的是笨方法 若能参透时空法则 会轻松很多 重准地不吝啬 或给丹药 或灌输晶圆 助其恢复经历 两日后 他再次闭谋 如此 一天天 一月月 一年 悄然诱过 自来祭坛 已是第三年了 这一年 未见天魔恶魔 重准地 也难得清闲 这一年 夜晨缝缝停停 六寸长的道伤 仅剩五寸了 照这速度 还得五年呗 帝老年布拉几道 第二年 天魔恶魔又来 阵仗之大 远超重准地预料 可惜 还是未能攻破祭坛 第四年 黑袍帝亲自上阵 被杀了的大败 第五年 大楚剑异相 洛西 楚轩 楚灵 齐齐走出了灵霄殿 如三只幽灵 在大楚逛有 人王一路跟随 跟着跟着 就跟丢了 再回天玄门时 三人已在灵霄殿 又变了模样 又都成两三岁小女娃 第七年 消散的天尊一记 又显化诸天 朦胧中 能见一道混混顿顿的背影 前后不过三五夕 一记便又消弭于世间 只混顿天鹰 响彻星空 第八年 黑洞轰隆 黑袍地在作乱 引了无数天魔恶魔 倒也吊炸天 真就杀上祭坛了 可前脚刚站稳 后脚便被混顿顶撞飞了 那一战 阻打了半月之久 朱天重准地合力 杀得天魔恶魔尸山血海 连黑袍地 也被轰灭半个地区 乃几次围攻中 败得最惨烈的一次 这一年 夜沉原神上的道伤 已然全部愈合 嘴角躺翼的鲜血 终是止住了 苍白的脸色 又恢复了往昔的红润 磅礴的气血 在这龙吟声 然 他并未醒来 如若雕像 盘坐阵中 一动也不动 不会睡着了吧 地老拿着一根罐 想戳一戳夜沉 众女其回眸 狠狠瞪了他一眼 心神沉眠 他在悟道 东皇太心轻语 看得出夜沉的状态 即使悟道 众准地自不会打脚 到伤愈合了 便能再次冲击境界 沉淀到运 是必须的 倘若夜沉真能悟透时空 在被跨时空绝杀时 也不至那般惨 匆匆 又一年 夜沉还是未醒来 肩头都多了灰尘 原神伤痕愈合了 可他之伤 并未完全好 外有时空伤 内有时空意 得一并驱灭才行 不然 道伤很可能复发 他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 接下来 只需疗养便好 第十年 星空有轰隆 传自一片死寂星空 无限远离繁华 有人引了天结 但 动静太大 还是惹来了诸天修士 待望见度劫人时 都不由一愣 那是一个白发小书生 生的文静 可世人一看便知 乃女扮男装的夜灵 自当年天尊一计 已二十多年 未见圣灵之梯了 说圣灵之体 并不确切 他已无那血脉 圣体之女 好似比当年 更不凡 就是不知 可有走出当年的阴影 不知那份愧疚 可还在 世人多言语 有诧异 也有暗叹 有感慨 亦有震惊 总觉得缺点什么 缺什么呢 缺了夜灵那份古灵精怪 他们记忆中 那小丫头 是很调皮的 如今这般的沉默 让人颇不自然 还是习惯那个 到处导弹的 混世小魔头 二十几年 真能改变一个人 他 蜕变了 老辈们深吸一口气 虎腹无犬女 夜灵的不凡 他们看得真真的 鲜弱的身影上 少了一丝 仙人的芳华 多了一丝 凡间的烟火 乍一看 还以为是个凡人呢 那 是反仆归真 夜灵天然而立 静若冰雕 灵澈的眸 平静如水 十年的忏悔 十年的化繁 他褪去了锐气 沉淀了道运 他 才是厚积薄发的那一个 同一代人 包括夜灵在内 在二十多年前 便已彻底进阶大盛 而他 如今才踏出那一步 以平凡血脉 参悟了人间大盗 开了征途上另一扇门 哄 轰隆隆 伴着轰隆声 天节雷电乍线 各色雷霆 临天倾泻 融成了一挂绚丽的瀑布 毁灭般的雷海 将其淹没 对此 世人无担忧 以夜灵的天赋 以他之战力 雷电奈何不得他 真正可怕的 是后面的地道法则身 说到地道法则身 世人多好奇 已是平凡血脉的夜灵 是否能引来 又能引来几尊 是弟子级 还是少年弟级 事实 是让他们骇然的 无特殊血脉的夜灵 净一口气 引来了十七尊地道法则身 清一水的洪荒地 咕咚 跑来看天节的烈火战体 狠狠吞了一口口水 这也太 普通的血脉 还有这阵容 九幽魔体 嘴角直扯 比起夜灵 他之大圣节 就是闹着玩的 到的参悟 奇高 张子凡微笑 狠狠吸了一口气 真真小看圣体之女了 西年遗迹中的浩劫 于夜灵而言 是恶难 也是逆天的造化 他 走出了一条平凡大道 大地之子清南 眸光略有暗淡 有忌惮 也有惊叹 短短二十几年 便有如此参悟 他之天赋 不若夜凡哪 果然 圣体家的人 都是妖念 含蓄如先天道体 都咧嘴则舌了 如此 他家 四尊少年帝籍了 老家伙们汉言 正正说着 一个夜臣 一个瑶池 一个夜凡 一个夜灵 诸天五尊少年帝籍 他家占了四个 夜臣与瑶池丽压一代 夜凡与夜灵 也注定引领一代了 总得说来 还是若夜凡一筹 瞎说 都是十七尊地道法则 夜凡引来的是十八尊 只不过 帝尊法则身消散了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与夜臣 瑶池 还差点 议论声颇多 一双双眸 都是骇然的 圣体一家 好似已成少年帝籍的专业户了 若非还有一尊混沌体称着 他们家能将诸天的少年帝籍 给包园了 莫说世人 天明两帝都 看得唏嘘 一门四尊少年帝 纵观整个诸天使 也仅此一家 地道变故的年代 真真多惊喜 平日古灵精怪的小丫头 认真起来 还是很可怕的 轰 碰 轰 两帝看时 夜凡与十七帝已开战 大战是惨烈的 她的血 染红了星空 所幸 她度过了 近乎生死到消 将她带走的 乃虎娃 早在暗中互斗 而且 是拎着帝兵来的 纵没有她 也无人敢出手 杀一个夜凌容易 那得做好被灭九族的准备 天节落幕 世人退场 多意犹未尽 小辈们沉默 老辈们欣慰 诸天新一代 崛起了 空间黑洞 夜晨盛躯清颤 震散了尖头灰尘 简直 天老地老义 左翼又骑上前 扑 扑 而后 便见血光乍现 俩人运气 貌似不怎么好 恰逢夜晨开谋 有两道恍若 十字般的金芒射出 给俩人身上 一人戳出了一个血窟窿 夜晨倒跟没事人似的 豁得起身 狠狠伸着懒腰 时空的道伤 已完全复原 时隔十几年 又重回巅峰状态 这等久违的感觉 让人亢奋 亢奋 那得来一嗓子 他之一吼 震战乾坤 吼出了十几年来的欲杰之气 逼格 依旧那般谎言 众准地唏嘘着 奇奇下了祭坛 夜晨复原了 他们的使命 也算完成了 将祭坛搬出去 便功德圆满 祭坛上 仅剩夜晨一人 已豁得站定 脚下有法则链条蔓延 如一条条油蛇 窜向四方 锁了整个祭坛 这一瞬 他顺开大轮回天道 这一瞬 他试了大成的战力 嗡 伴着一声嗡龙 他消失了 一同消失的 还有祭坛 破 黑暗的深处 能闻吐血声 乃黑袍地 眸中神色是绝望的 祭坛与法阵 皆被搬走了 他万年的心血 腹之东流 再也抢不回了 本章完 第2954章 有多火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轰隆 只闻一声响 庞大的祭坛 落在了星空 有无形光运蔓延 光运锁过之处 空间寸寸崩塌 身在那片星空的修饰 或者路过的人 成片成片 被震得翻飞 一颗死寂古星 也被震得半边炸裂 呼 祭坛上 夜晨淤了一口气 许事历劫 还亮枪了一下 左右眼眸的眼角 都有鲜血躺翼 本该灿灿的眸光 暗淡地到了极点 祭坛太大也太沉重 纵他一瞬动了大城战里 同力也耗了个金光 还好 他搬出来了 那 那是啥 世人已站稳 眺望着那方 神色惊恶 貌似是个祭坛 但乍一看 还以为是偏大陆呢 气势辉弘 古老庄严 隔着颇远 都倍感压抑 立在其上的 是圣体 使他无疑 也有十几年未见他了 夜灵渡劫 都未见他现身 俺好奇是 哪般来这么大一座祭坛 议论声此起彼伏 太多人聚上前 满目的兴起 上下的扫梁 如这般大的祭坛 真是头回见 颇多老辈已踏上祭坛 老谋微眯 眸光越看越深邃 祭坛上刻印的纹路 都是地道集 铸造祭坛的铜柱 玉石 也极其的坚硬 看不出年代 只知极古老 开玩笑 一尊中皆地 耗费万年祭练的祭坛 岂是那般简单 这般大魄力 莫说夜晨 大成圣体地荒 都办不到 圣体与地其间 指的是战力 某些领域如造阵 差地太远了 小友 这是 老家伙们闸吞 齐齐望向夜晨 不知祭坛啥个来历 齐上 竟还染着天魔 与恶魔的鲜血 宝贝 夜晨笑道 隔着苍庙 望着黑洞 能清楚望见众准地 他望得见 众准地大多也望得见 不止望得见 还知夜晨同力耗了个干净 倒是想接他们出去 短时间内却是做不到 他日来接你们 夜晨说着 随后往口中塞了一把丹药 开了地道浴门 扛着祭坛就进去了 这可是好东西 用了十几年守护 得先搬回家 鼓动 眼见夜晨扛着祭坛 世人忍不住地吞口水 要不咋说是半步大城来 就是吊炸天 换做他们 汗都汗不动的 嗡 伴着嗡龙声 玉门闭合 黑洞 众准地已盘膝坐下 十几年来 第一次松弃 终是搬走了 接下来只需等着变好 等夜晨来接他们 而后一块研究那祭坛 搞不好真能连接太古洪荒 松弃松弃 警惕还是有的 又围坐了一圈 地兵悬空 有一尊地在黑洞 时刻都可能跑来作乱 夜晨在现身 已是大厨 哇 但凡剑之者 大多都惊了 人王腿脚最麻溜 天玄门留守的准地也不慢 早在十几年前 便听说黑洞有祭坛 如今得见 果实不小 夜晨停了三两顺 瞅了瞅四方 去了北楚 得找个地儿安放 轰隆 不多久 一声轰鸣自十万大山传出 夜晨在山中心 寻了一片空旷地 放下了庞大祭坛 累得够呛 人王他们到时 他已坐在祭坛上气喘吁吁的 也窥是他 换做其他准地 得累个半死 好玄傲的法阵 人王立在祭坛上 看着庞大的阵法 级别之高 远超想象 一尊忠皆地 耗费万年铸造 果实不凡 真能连接太古洪荒 不好说 夜晨深吸一口气 能否做到 要试试才知 原实是 无法催动的 得地道的力量 而这等力量 他早已想好 把黑袍地捉来陷阱 最好不过 在此之前 他得先将祭坛研究透彻才行 还得将其炼化 毕竟不是他所祭炼 其上的静止 不可无视 在黑洞待了十几年 辛苦果然未白费 人王笑着 眸光异矣 是个阵法高手 看着祭坛上的阵纹 便如看着宝贝一般 踏硬下来 用来误阵 搞不好会是一场造化 老家伙们 来了不少 祭坛上又人影乌央 目光多兴起 一路走一路打量 时而还会伸手拍一拍 夜晨又往口中塞丹药 恢复着消耗 也恢复着同力 我说 你家的丫头 最近很火呀 夫牙一边瞧着同柱 一边悠悠道 有多火 十七尊法则身 你说掉不掉 十七尊 饶氏夜晨定力 都不由惊了 看样子 他不在的这段岁月 夜灵已度过大圣节 不止度了 还惹出十七尊法则身 妥妥的少年地级呀 普通血脉 饮十七尊地道法则身 则则则 史无前例呀 人王唏嘘 那场天节 他也在场 也是拎着帝兵过去的 在暗中互斗 只不过 未曾现身罢了 此刻想起 都不免择舌 古灵精怪的小丫头 已非当年的混世小魔头 他真正涅槃了 夜晨狠狠吸了一口气 正正地笑了 十年的忏悔 十年的化繁 西年一季的恶难 与他女儿来说 真真一场造化 可这造化 代价太大了 又去了朱仙镇 人王似有若无地说着 撇夜晨的眼神 饱含了深意 那个凡人小镇 真真不凡 夜晨百年化繁 悟了人间大道 夜灵十年化繁 涅槃蜕变 搞得他都想跑去悟悟到了 福西 他撒又出去了 正说间 突闻呼唤声 传自天玄门 随他们 我已习惯了 人王随意说着 口中的他们 自是指若曦 楚轩和楚灵 自第一次出灵消殿 这等怪状 便时有发生 他也曾追赶过几次 可跟着跟着就跟丢了 至此刻 一懒得去跟了 跟也跟不上 那仨才是真的诡异 他未去 可夜晨去了 人王未闲着 召唤了颇多强者来此镇守 好不容易搬回来 可不能再让黑袍地钻空子 连帝兵都掉来了 南楚城墙外 夜晨望见了 楚轩他们 整整齐齐一排 同样的容颜绝世 同样的风华绝对 连步伐和呼吸 都是同步的 纵真的孪生姐妹 也做不到这般棋整 又出来了 城墙上 古三通揣着手 看他那神态 好似也不是头回见了 人王习惯了 他也习惯了 这仨真如幽灵 醉洗大半夜的出来溜达 本以为是双胞胎姐妹 如今看来 原是三胞胎姐妹 乌鸦道人 捋了胡须道 想得未免太简单 太二真人话语悠悠 楚轩楚灵诡异 若曦更诡异 他三人的关系 可不止三胞胎姐妹那般简单 要是叶晨把若曦 也整到玉女风 那才热闹 长得一模一样 分得清吗 这 不重要 上谁的床不是上 精辟 夜里 多扯淡的老货 各个揣着手 处在城墙上 你一言我一语 聊得贼开心 城外 叶晨已定身虚空 沉默不语 只静静望着 虽是诧异 但并无震惊 迎面 女子乡沁人心疲扑来 楚轩他们脚踏虚空 已走到不远处 他们 好似没啥个神志 神色略显木呢 灵彻的眸 略显空洞 都目不斜视 好似为瞧见夜晨 轻轻地来 轻轻地走过 夜晨伸手 一手抓了楚灵 一手抓了楚轩 已记不得有多少年 为抓他们的手了 这是他的妻子 此刻 却更像行尸走肉 不会对他哭 不会对他笑 亦不会对他露出轻视的嫣然 于他们眼中 他夜晨就仿佛不存在 这等感觉 让他莫名的心慌 楚轩楚灵停了 若夕也停了 就那般偏然而立 如三座冰雕 一动不动 只绣发轻浮 飘着丝丝女子香 两久 夜晨才缓缓放了手 那一瞬 三人齐齐抬脚 迈着略显僵硬的帘步 一步步走向远方 夜晨一抬脚 默默跟随 有一伞 夜里 吴三泡起来撒尿 远远便瞧见了这一幕 波光灵灵的南雁大泽 四人的背影 都好似在这故事 牛十三也是一脸意味深长 立在岛上一座山巅 揣手眺望 还有欧阳王 也在静静凝望 不知何时 楚宣他们才走出南雁大泽 在凡界逛了一圈 进了中州大地 凡见之者 多会驻足 这几日 他们如游客 走过中州大地 掠过了东陵古渊 又一路北上 穿越了凡人界 进了北镇苍原 又从北镇苍原 一路南下 入了西陵幽谷 再跨城墙 回了南楚 期间 叶臣未有言语 不知三人是在梦游 还是有不知名的目的 从未有一颗驻足 像是在巡视 咋看 都像一家四口 大楚 列代诸王巨首 也是看客 说话的正是鬼王 皇者后裔也到了 只看不语 一个轮回后 怎觉大楚 与前世不同了 路过万花谷时 诸葛鱼养了头 嘀嘀咕咕的 福灵 独孤傲 刀皇和晴鱼也在 并无诧异 对楚轩他们的梦游 好似 也早已习惯 与前几次不同的是 此番有叶臣跟着 生怕他撒走丢了 哄 碰 正看时 又闻轰隆 乃天悬门 红尘六道 那俩不安分的主 又冲破了封印 一前一后跑出来 直奔若西者 好吗 画面变得颇痒眼了 他仨 长得一模一样 他仨 长得一模一样 六人的组合 真真赏心悦目 叶臣转了身 一掌盖下 镇压了红尘 比起六道 他更危险 至少六道户的是若西 而他 不忘使命 总想灭了若西 人是魂恶的 谁的话 都不听的 至于六道 也难逃被封 待解决他二人 再去看楚轩他们时 已不见了踪影 走着走着便消失了 好似梦游完了 已回了灵霄宝殿 本章完 第2955章 集同力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映着月光 夜晨将红尘六道 送回了天悬门 重新加持了封印 封印之多 比上次的多好几倍 这个和平年代 希望他俩都安安分分的 多谢 红尘血与楚灵玉都在 皆擦拭了嘴角鲜血 看样子 先前红尘冲破封印时 曾伤了他二人 夜晨一笑 转身离去 时隔十几年 他又一次来到灵霄殿前 嗡 见他归来 灵霄殿嗡的一颤 似是郁闷 也似是震惊 才十几年的光阴啊 这个小圣体 竟愈合了时空道商 道商愈合 证明他找出了时空 夜晨无视灵霄殿 只看楚轩和楚灵 三人又躺下了 还是整整齐齐 一排 静静悬在半空 有奥妙的气韵 四隐若现 颇多异象 交织幻化 透露出的沧桑气 好似比岁月更古老 还能否望见大城门 人亡落下 缓缓走来 递给了夜晨一个酒壶 夜晨轻轻摇了头 他用了十年 才想通一件事 那场跨时空绝杀 针对的不止是他 还有大城门 那座飘渺的门 已然崩塌 他不知在冲击境界 是否还有大城门显化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其难度 会加大很多 唉 人亡叹息 每逢一起那件事 便忍不住想骂娘 一尊大城圣体 就这般被毁了 天晓得在冲击大城 会有多艰难 或许 夜晨终生都可能止不准地巅峰 搞不好 下次还有跨时空绝杀 那个未来的强者 好似就盯住夜晨了 我续同利 赐我同利 夜晨开口道 是对灵霄宝殿说 早在当年 便知此殿有某种神力 能在短时间内 恢复他些许同利 比他自行恢复 要快很多 得把黑洞中的准地接出来 特别是他的媳妇们 嗡 灵霄殿翁颤 有古老气韵飘出 融入了夜晨双目 他暗淡的眸 瞬间焕发神光 轮回同利 恢复不少 不过 想以此同利 把黑洞的准地 全都接出来 显然不现实 他需更多同利 可惜 灵霄宝殿所作有限 多谢 夜晨留下一语 转身走了 月下 他又入十万大山 落在了祭坛上 盘在法阵中 失了当年地荒传他的秘法 急进急聚着轮回同利 这片十万大山 已然戒严 暗中不知藏了多少准地 不是谁想进来就能进来的 纵如此 还是又一波一波的人 跑来溜达 这玉石 不属这个时代 这纹路 也闻所未闻 祭坛一侧 他以真人握着个放大镜 瞧了又瞧 如一个考古专家 看啥 都带着宝贝色彩 司命星君与太白金星 也在 兜拎着一根棍 已绕着祭坛 转了好几十圈 有事没事会儿 便敲两下 大魄力 真真大魄力 牛魔王与蛟龙王 那俩不安分的主 也在来回扫梁 还有小元皇和奎牛他们 也从玄黄赶来 不缺的是众弟子 俨然一把祭坛 当作了一座宝藏 谋足境的话 真能撬出宝贝 那货的逼格 越发晃眼了 在外转了一圈 奎牛揣着手 上了祭坛 绕着夜晨转起了 圈 这话 无人反对的 人大楚地十皇 就是尿性 本身是少年帝 老婆是少年帝 一儿一女 也都是少年帝 莫说这个时代 纵观朱天使 也找不出 比他们家 更妖孽的了 都是儿子 差距咋这般大来 熊二看了熊小二 谢云看了谢南 司徒南看了司徒云 自家的宝贝儿子 咋看咋不顺眼了 一个只见长肉 不见长修为 一个只会扯闲淡 一个走拿哪被揍 已把他们的脸 丢到姥姥家了 没一个 能与夜凡相提并论的 都是老爹 差距咋这般大来 仨儿子的话 也是贼其整 老子看儿子不顺眼 儿子看老子 也不怎么含蓄 眼神都是邪的 唉 这仨爹那叫一个惆怅 仔细想想 貌似错过了好多机会 若在少年时代 就让自家儿子 把夜晨家的小白菜 给拱了 也不至于现在这般尴尬 祖九日 十万大山人影不绝 为此 人王下了死命令 彻底封了山 将本就是兄弟的十万大山 列为了禁地 任何人不得出入 法阵中 夜晨九日未动 还在集聚同力 六大轮回演啥都好 宪法也霸道 唯一的弊端 便是同力太难恢复了 慢到让他都心浮气躁 那货 不会给咱忘了吧 黑洞中 地老双手拖着下巴 粘不拉几的 这黑不溜秋的黑洞 着实枯燥 本想泡妞来者 没敢下手 忘了谁 也不能忘了媳妇啊 天老悠悠道 说着 还不忘瞟了一眼 激凝霜他们 这个时代 谁会成帝来 造化神王 捋着胡须 一次次地还看 每逢瞧见 圣元皇和奎牛皇 那俩 就一个整衣领 一个抿头发 好似是在说 那肯定是我 那必须是我 为此 造化神王在看时 直接把他俩忽略了 你俩若能正道 老子倒着走 不过 他这个问题 还是惹了不少沉思的 说到底 大多数人都会 下意识地看看 吴天见尊 若吴那场跨时空绝杀 正道成帝的人会是他 可惜 历史改变 谁正道谁成帝 又成变数了 或许他依旧能成帝 或许是神将皇者 他们也说不定 闲聊中 眨眼又是三日 这三日 无论诸天亦或黑洞 都静得出奇 第四日 盘西的叶尘 眉宇微皱了一丝 只因嗅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不过 仅一瞬他便恢复了正常 喝酒不 人王又来 提着两壶美酒 见叶尘未答话 便坐在了法阵前 翘着个二郎腿 悠哉悠哉地喝着 俨然未发觉有何不同 伴着一丝星光洒落 身侧的叶尘 豁得开了眸 一步踏出 顺入黑洞 哄 碰 哄 旋即 便闻轰隆 听得人王也起身 守护祭坛的准地 也都拎出了家伙 很显然 有人窥看 多半是黑袍地 想寻思着把祭坛搬走 未逃过夜晨的察觉 事实正是如此 的确是黑袍地 黑暗的两侧 夜晨静静助力 对面 黑袍地血骨淋漓 面目争鸣 咬牙切齿 本以为藏得很隐秘 还是被夜晨捕捉到了 一拳给他打得措手不及 且力道贼猛 当年他二人一战 都受了重伤 十几年过去了 夜晨已愈合到伤 已恢复巅峰 可他 依旧是孱弱 跌落的地位 未能回归 本命远与道根 也未能重塑 丢失的地道神力 也极度暗淡 如此状态 哪是夜晨对手 前辈难得来一回 莫不如出去喝杯酒 夜晨笑道 他年 必斩你 黑袍地冷亨 转身顿入了黑暗 夜晨未追 也未出黑洞 直奔一方而去 还是那片黑暗 重准地瞧见他时 眸光不由一亮 夜晨轮回眼转动 将四大剑修 圣尊 地基 造化神王 吞天魔尊 送出了黑洞 目的明显 让他们去守护祭坛 有志强巅峰坐镇 才安全 莫离开者 夜晨留下一语 便步入了黑暗 同力需要恢复 但某件事 貌似也迫在眉睫 那便是 捉了黑袍地 趁他病要他命 也省得日后废手脚 胆敢大捉地 他或许是第一个 不过 半步大城的确有那战力 最主要的是 先前重创黑袍地的瞬间 他在黑袍地身上 刻下了一道印记 因此 找他并不难 该死 该死 黑暗的最深处 黑暗的最深处 有一座残破的宫殿 冰冷而威严 黑袍地跌跌撞撞地走路 可险不断 一路开盾 又妄动了战力 恢复的地道神力 又消耗不少 加上之前的伤未复原 如今伤上加伤 他这尊地 再度虚弱了 殿中 不只有他 还有颇多天魔与恶魔 清一色的魔君 皆被禁锢 瞧他近来 脸色顺时煞白 有一种极不好的预感 很快 预感一念 黑袍地发了狠 失了吞噬 一尊尊魔君 一尊尊被吞 淬炼出精力 还补充他之神力 但却少之又少 嗡 争鸣生起 诸仙剑跑出了他体内 剑体残破 浑身豁口 闪着暗淡的光 十几年的岁月 黑袍地位恢复 他也一样 一定意义上来讲 比黑袍地伤得更重 粘不拉几的 毫无生气 不见他还好 再见他 黑袍地的脸色 争鸣得有些扭曲 若非未救朱仙剑 若非朱仙剑忽悠他 他会这般惨 败了一次又一次 一次更比一次惨烈 若是可以 他还想把朱仙剑给吞了 奈何 他无那能力 朱仙剑也不会乖乖让他吞 前辈 让我好找啊 漠然间 一道飘渺的话语响起 自殿外黑暗中 传入了殿内 黑袍地骤然色变 好似已知是谁 除了夜晨还会有谁 此刻在看身上 竟有一道印记 都不知何时被刻下的 正是因这印记 夜晨才能这般精确地寻到他 呜 呜 诸仙剑也翁动 颇事剧烈 不知是愤怒 还是恐惧 黑袍地是残血 他也是残血 他们合力 都不够夜晨一人打的 那可不是普通的圣体 本章完 第2956章 地道祭品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莫躲了 夜晨淡道 一语威严哭泣 一掌拍过来 整个大殿 都轰然崩塌 石砖瓦砾 铜柱排扁 漫天崩飞 破 黑袍地被逼出 不知是伤的 还是怒的 又一口鲜血 喷得霸气侧漏 脸色煞白 步伐也依旧亮强 跑啥 又不杀你 夜晨笑看黑袍地 两排洁白的牙齿近路 咋看都是灿烂的 黑袍地咬得牙齿崩碎 可不会信夜晨的鬼话 家伙都拎出来了 不是来杀本地的 难不成是来游山玩水的 前辈之法阵 晚辈不怎么通晓 还请大帝 与晚辈回去讲解一番 夜晨越笑越灿烂 提着道剑 一步步走来 可他那种笑 落在黑袍地眼中 就格外的甚人了 此刻 他才知夜晨目的 这是来捉他的呀 要做一件他当年做过 却做得不怎么漂亮的事 拿人做祭品 而他 就是那个祭品 残缺的地也是地 圣体做祭品 都能催动祭坛法阵 更遑论是他 想到这 他豁得转身 飞身便盾 如 走不了 夜晨更快 或者说 已刻下了轮回印记 一个飞雷神 堵在了黑袍地逃走的路上 一剑斩的霸绝无匹 破 黑袍地喷血 横翻出去 若非底蕴上在 多半已被生劈 正 方才定下身形 夜晨便诱到 一剑风神 洞穿了地区 既如此 那便同归于尽 黑袍地劈头散发 满目的疯狂 虚弱地地道神力 瞬间变得狂暴 一瞧便知 是要自爆啊 能逼得一尊地自爆 可见他之遭遇 有多糟糕 干嘛这般想不开 夜晨 一语平淡 话还未落 便见黑暗中 有一朵朵彼岸花 傲然绽放 一朵朵 接烟红似火 时间 一瞬定格 这一瞬 足够夜晨做很多事 这一瞬 他施了上万道的封印 每一道 都融着混沌法则 圣体本源 地道神韵 轮回之力 黑袍地跪了 被禁得动弹不得 只一双血色的地眸 死死盯着夜晨 满含凶宁 愤怒 怨恨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丝恐惧潜藏 万年前 他败给了帝尊 被斩了本命远与道根 至今未能重塑 苟延残喘 无尽岁月 万年后 他又败了 败给了帝尊轮回身 且败得更彻底 堂堂一尊大帝 在准地面前 竟连自报的资格都没有 万年一轮回 因与果 都是他输 他的下场 可想而知 会被带回诸天 会被丢入法阵 会被当作祭品 催动那座 他耗费万年铸造的阵法 本帝都 剃辱尴尬 明帝意味深长道 你个倒霉孩子 咋这般倒霉嘞 老老实实在黑洞待着呗 偏要出来找刺激 坑人不成 把自个活埋了 在最虚弱之际 遇见了一尊最霸道的半部大城 你不贵谁贵 夜尘神色淡漠 一手已探入黑袍地体内 诸仙剑还藏在里面 得把他拎出来 得把他斩个粉碎 永绝后患 可惜 他还是小看了那诸仙剑 手掌还未触到他 诸仙剑便顿出了地区 不知血迹了何种力量 连夜尘都被震得闷横后退 待夜尘稳住身形 他已逃向无边黑暗 来走 夜尘冷横 收了黑袍地 画出了法身 一路追杀了过去 哄 碰 哄 平静不过十几夕的黑洞 有多轰隆 诸仙剑一路盾一路逃 夜尘与法身一路追一路打 一副不将他彻底毁灭 便不算完的架势 无尽恨与怒 都融在了这场追杀中 目测 那小子寻到黑袍地了 这边 地牢已起身 望向了黑暗 似能听到轰隆声 众准地也都起了身 双目一矣 西季之光颇炙热 期望夜尘拿下黑袍地 如此 不止少一个威胁 连催动法阵的力量也有了 一尊残破的地 足够了 框档 棒 啃腔 黑暗中 这等声响 平平不绝 乃朱仙剑 不知挨了夜尘多少剑 是真能抗了 被斩出的祸口更多 可就是没毁灭 有不灭的印记与烙印在支撑着 正因那印记与烙印 他才极难炼化 饶使夜尘都耗费了十年光阴 逮住他 逮住他 盘坐的冥帝又站了起来 隔着人民屏障 为夜尘助威 道祖虽无言语 却目不邪视 奈何 事与愿违 还是让诸仙剑逃了 该是献祭了所有残存的力量 施了逆天仙法 一瞬无影无踪 莫说夜尘 连天明两地 都找不出踪迹 他娘的 法身一阵大骂 多好的机会 又没逮住 夜尘深吸一口气 也怒到肝肠寸断 此番被他逃了 再想找他 可就是大海捞针了 怒也没啥调用 跑就是跑了 其后多日 他都在黑洞转悠 还抱着一丝幻想 诸仙剑他没找着 倒是寻不到不少天魔与恶魔 顺带脚送上了黄泉 哎 三月后 他才一声叹 转身离去 再回那片黑暗 不带重准地询问 夜尘便拎出了黑袍地 至于诸仙剑 着实不愿再提 提起来就窝火 地啊 真就捉了个活的 楚江王唏嘘 咧嘴不断 打败地与捉住地 乃两码事 偏偏 大楚帝十皇就做到了 这是何等的壮举 莫怕 俺们诸天人 还是很好客的 一众老家伙 已围住了黑袍地 揣手的揣手 吕胡须的吕胡须 转着圈的打量 如似在看活 有那么些个不正经的 还伸手戳了戳黑袍地 这可是这儿八经的地 黑袍地口不能言 但那双地眸 却鲜红欲滴血 若能自爆 他会毫不犹豫地自爆 把这些个蝼蚁 一并拽入鬼门关 也好过被当作猴儿看 夜晨扒开了人群 又收了黑袍地 又加持颇多封印 可不想期间出乱子 完事 他就走了 临走前 还把自家的媳妇 都烧走了 只留一帮老家伙 须等同力再恢复 无掐指一算 你家的女婿 不怎么待见你 造化神王盘着腿 割那半神棍 此话自是对玄黄说 媳妇带走了 老丈人给晾遮了 无有女婿 你可有 玄黄斜了一眼 造化神王深吸一口气 平日牛逼哄哄 关键时刻 被一句赌得没话说了 媳妇都没 哪来的女婿 你这兄长 貌似不怎么疼你 加入俺们战队吧 夜深人间时 咱组队骂帝尊 神将们也有情调 各个揣着手 叽叽歪歪没完 这些话 是对帝轩说 帝轩道淡定 一手握着小镜子 一手搭理着秀发 一整套动作 都在阐述一句话 在避避 弄死你们 宁静的夜 夜沉回了大厨 十几年了 玉女风冷冷清清 虎娃是在的 憨厚一笑 这些年 她都守着玉女风 打扫得干干净净净 夜沉微笑 暖意浓浓 夜里 众人拜祭了狐仙 也拜祭了杨兰 每逢自小竹林出来 都格外的沉默 若他们还活着 该多好 三月后 夜沉再入黑洞 此番 她带走的 都是女准帝 如东皇太兴 瑶池仙母 凤皇 朱雀女王 帝轩 月皇 三生他们 都接了出了黑洞 只剩一群老爷们儿 名人不说暗话 俺想骂他 地老的脸色最黑 魁牛皇他们的脸色 也不怎么好看 黑不溜秋的黑洞 本就枯燥 有美女在 有事没事 还能调戏调戏 这下倒好 全给接走了 一个都没剩 强烈怀疑 夜沉就是故意的 我就是故意的 这 会是夜沉的回答 急死你们 三月又三月 夜沉再来时 把正经的准地 如江太虚 江辰 南勇生体他们 都带走了 留下的都是不正经的 自那一日起 夜沉得有半年没来 半年来 他可没闲着 整日都在十万大山 与通晓镇法的前辈 研究着祭坛 没整明白之前 是不可能开法阵的 毕竟地只有一尊 献祭一次可就没了 不得不说 黑袍地铸造的法阵与祭坛 的确悬傲 其上刻画的每一道纹路 都不是多余 都有它的作用 他们要做的 便是研究透 再看黑洞那帮老家伙 一张张老脸 一天更比一天黑 一月后 夜沉现身 我的小祖宗 终是给你判来了 老准地们 泪眼汪汪的 有记得当年 我还是一个小修士 那叫一个青色啊 眨眼 一千多年了 夜沉坐下 便拎出了酒壶 一言皆一语地说着 不知是山情 还是强行山情 满目的缅怀 满口的怅然 重准地的眼神 都已是斜的 上下斜着夜沉 这货 怕是受什么刺激 给俺们接出去便好 有些个话 完全可以不用说的 没空听你山情 对你的当年 俺们也不感兴趣 夜沉无事 还在说 此番来 是去看女儿和儿子的 路过此处 才顺便进来看看 主要是过来聊天的 顺便删个情 聊着聊着 此货就聊没了 又把一众老不正经的 晾黑洞了 那一瞬 老家伙们连强暴夜沉的念头 都生出来了 夜沉这一走 便是三年 在十万大山 一待又是三年 前后六年 都在研究祭坛法阵 曾有一日 他才莫得想起 是不是忘了点啥 黑洞中 是不是还有人 于是火 他又抽空去了趟黑洞 哎呀 还真有人 不是吹 带回朱天 众老家伙看母猪 都是眉情目秀的 夜下 十万大山人影乌央 他们都是准地 清一色的巅峰准地 步伐志强巅峰 有大楚的 悬慌的 幽明的 连隐士的老家伙 都跑来凑热闹了 自然 他们可不是来扯淡的 是研究祭坛的 足用了三年 才炼灭了其上的禁止 足用了七年 才参透了其上的阵文 又是一个十年终结 夜晨中士 放出了黑袍地 将其摆在了法阵中 黑袍地的脸色 猙獰不堪 也难掩惧怕 地活得久了 该是看破生死才对 可这尊地 却是怕死了 夜晨神情淡漠 单手结了印 旋即 便闻哗啦声 乃一条条符纹链条 交织纵横 锁了 黑袍地手与脚 也锁了其地区与原神 戒 夜晨一声铿锵 开了技法 嗡 法阵一声嗡动 符纹链条哗啦的声响 也越发急促 稀释着黑袍地的地道神力 啊 黑袍地的哀嚎 甚是凄厉 地血被抽走 地道力量也被抽走 连地区 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枯萎下去 他所有的一切 都成了祭品 都成了催动法阵的力量 在场的人 包括夜晨在内 都面无表情 此法虽残忍 但无人有怜悯 想象那些战死的阴魂 他们也惨烈 无人说话 无人言语 连天明两地 都默默看着 法阵已启动 能否沟通太古洪荒 还是个未知数 而这个未知 连黑袍地 都无准确答案 只因 他也未真正尝试过 不过 那一幕的确是吓人 黑袍地浑身血灵 如一只地狱里 爬出的恶鬼 惨叫声 不知何时湮灭 法阵中 已无黑袍地 地血 地骨 元神 都已化灭 都化作了地道的力量 他 或许是众多地中 最凄惨的一个 其他入侵的地 都是战死的 而他 却被当作了祭品 同样是死 他的死 会无比难受 嗡 嗡 法阵急速运转 有空间之力 时间之力 亦有时空之力 各种力量交织 混乱不堪 好强 楚皇清男 满目忌惮 好强 众志强巅峰 包括地基与圣尊 都没于紧重 连他们都如此 更莫说其他准地 在场 除夜城外 无人敢靠太近 只因转动的法阵 有极强的吞噬力 一不留神 便会被吞入其中 看其内纵横的力量 一瞬便能将一尊 巅峰准地 剿灭成灰 是地道法阵不假 却是极为霸道的地道法阵 能传送也不假 但不是什么人 都能进去的 不等传送到另一端 便会生死到削 所以 他们需要一个人打前锋 夜城心念一动 画出了法身 这个前锋 他指法身最合适 于本尊战力期间 能硬抗法阵中力量 至少 他不会一瞬便被碾灭 老大 瞧好吧 法身咧嘴一笑 一步跨过 入了法阵 本章完 第2957章 太古录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搜 万众瞩目下 法身瞬间消失 在场的众准地们 皆眸光极具 多有人还不忘 瞟了一眼夜城 那是他之法身 其内画面 该是看得清 嗡 嗡 法阵翁龙 依旧在急速地转动 而且 有极强的吞噬力 那一道道纵横的光 极其的刺目 不只有空间之力 还有时间之力 时空之力 乃悟道的好地方 盘坐其中 必有造化 可惜 法阵不是谁都能进去的 仅仅看着都心神生疼 更莫说坐进去了 不等悟道 便会被磨灭成灰 地之手笔 果然不是盖的 楚江王唏嘘 耗费万年柱的阵 非准地能参透 如这等阵 在准地领域 无人造得出 大成也不行 嗯 夜城闷哼 嘴角鲜血躺翼 通过法身 他能见传颂场景 那是一条奇异通道 光怪陆离 各种力量交织 有时间之力 空间之力 半时空之力 时空之力 明明是通道 倒更像一个毁灭之地 强如法身 身体都扭曲不堪 肉身崩裂 此刻 他更加确信 那条通道 是专属地的通道 地之下 谁进去都得死 自然 自然 大成 大成圣体 也有资格 至于半步大成 就有点悬了 他的法身 便是血淋淋的粒子 扛不住其内的力量 按说 法身受伤 他是不遭反噬的 但此番 他遭了反噬 只因传颂通道中的力量 所属禁忌领域 以至于 法身遭的重创 他都感同身受 也好似身临其境 如果那么多传送通道 就属这条最可怕 扑 他又喷血 一步踉枪 一步未站稳 险被扯入祭坛法阵中 圣尊与地基齐出手 将他拽下了祭坛 可不能让他被吸进去 能否沟通太古洪荒 他们尚且不知 只知那法阵 不是一般的霸道 叶尘本不该遭反噬的 如今却遭了反噬 可见通道中的禁忌有多强 也不难想象 法身处境有多糟 很可能葬灭 法身扛不住 叶尘一样扛不住 什么都未搞明白 便贸然进去 那是找死的节奏 太强了 天老地老皆泽舌 脸色已微变 竟连半部大城都扛不住 造化神王难语 眉宇紧咒 这若换作其他准地 进去就是死啊 此阵 太可怕 老君深吸一口气 是他们小看了法阵的威力 遇进去 起码得大城才行 那是专属大地的传送通道 看见了什么 人王侧手 戳了戳夜尘 光怪陆离 望不清乾坤 夜尘说道 双眼眼角也在躺血 越是极尽目力想看清 遭得反噬便越强 六道轮回眼都不够看 或者说 是他不够看 他只知法身还活着 老大 撑不住了 有那么一种呼唤 只夜尘听得到 呼唤者 自视法身 自进了通道 他就身不由己了 站都站不稳 身体如成橡胶 时而周正 时而被拉得齐长 纵横的可怕力量 时刻都在撕裂着他 时刻都可能将他撕碎了 他已知崩溃的边缘 撑住 夜尘传音 再给法身渡船力量 无论如何 也得撑到尽头 也得看看那太古洪荒 究竟是何方神帝 嗡 嗡 嗡 法阵翁动 整个祭坛都聚颤了 颇势不稳 颇有崩溃的前兆 而急速转动的法阵 其吞噬力也更可怕 后撤 楚皇一鹤吭腔 无需他说 在场的巅峰准地们 也都在后退 自献祭了黑袍地 自复苏了法阵 此阵就仿佛失了控制 吞噬力更强 纵不在祭坛上 也有可能被吸入 那等力量 连夜城都无法抗拒 一旦被扯入 多半身毁神灭 老道 不妙啊 明帝陈寅 也望不穿传送通道 却有一种 急不详的预感 而且颇势浓烈 法阵之强 已远超他预料 道祖不语 眸光更深邃 比明帝看得更透彻 并非法阵强 并非传送通道可怕 是他连接的地方太吓人 此刻 他已基本确定 法阵是能沟通太古洪荒的 那种毁灭的力量 便是从太古洪荒 窜入通道的 真能沟通 夜城双目以微眯 能通过法阵 嗅到太古洪荒的些许气息 同样嗅到的 还有子轩 仁王 和的老他们 当年在天荒 便是他们四个人 将帝荒和红颜送走的 都曾见过太古洪荒的门 是有些许太古洪荒气息流逸的 虽是微弱 却记得颇清 与此刻法阵中透露的气息 如出一辙 所以 法阵的尽头 必是太古洪荒 其实 这般说并不缺陷 法阵连接的地方 的确与太古洪荒有关 但并非太古洪荒 准确说 是去太古洪荒的路上 历代大帝 称之为太古路 而帝荒与红颜他们所在的地方 便是太古路 前前后后几百年了 他们还在那条路上 并不知太古洪荒在哪 也无人知道 如何去太古洪荒 破 叶辰又喷血 脸色已煞白 遭了法身反噬 也遭了禁忌反噬 众准地见之 皆阴霾龙目 法身受创 本不该波及本尊的 如今见叶辰伤的这般重 可想而知 身在通道中的圣战法身 遭的是何种力量 那力量必远超他们的认知 以强盗无视法身 与本尊不该有的反噬 叶辰紧咬着牙关 硬顶着反噬 给法身传输力量 支撑法身硬抗 真想瞧瞧 是否真能到太古洪荒 若能见到地荒与红颜 最好不过 会传讯给二人 让他们回归诸天 只因太古洪荒 有第一脉圣体 至少是大成 很可能是地 妄自踏入 便是一条死路 某一瞬 他小世界中的行天头颅 豁得开了谋 变得颇躁动 直欲冲破夜晨的封印 直欲奔向那法阵 奈何 夜晨无暇他顾 未曾察觉 哄 碰 哄 漠然间 轰隆声吐地响起 好似是大战的动静 传自那法阵 好生星际 东皇太兴清南 那一声声轰隆 便如一声声桑中 在神海响彻 不止他有这等感觉 包括夜晨在内的所有准地 都有这等感觉 通道的另一端 必有大战 必是地道级大战 而且 数量还不在少数 的确 太古路上有大战 极其惨烈的大战 遥望而去 昏暗的天地 汹涌的皆血物 十几尊天摩地 为了地荒与红颜 至于那无头人 并未瞧见 本章完 第2958章 跨时空的回眸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轰 碰 轰 太古路 昏天暗地 俯瞰浩庙 电闪雷鸣 地道魔芒纵横 地道异象幻化 每一道光 都映着末日色彩 满载着毁灭 地荒与红颜 战得惨烈 两人已数不清 这是第几次被群殴了 十几尊不受压制的天魔帝 还有一尊大地巅峰 阵容足够强悍 就这 还有第一脉大成圣体 还有颇多恶魔帝 正在赶来的路上 一副不将他俩弄死 就不算完的架势 称住 称住 地荒与红颜 都在向对方传音 对方这等庞大阵容 他们自认不敌 不过 是不是死路 未属可知 他们都在等 等乾坤溺乱 届时 会有一种连帝都 无法抗拒的力量 会将他们卷向各方 这么多次围杀 他们都是这般化险为夷的 若非有那等力量 他们多半 已被灭上千次 对方的地太多 儿等 走不了 巅峰天魔帝宁孝 一掌如神刀 劈得地荒横翻出去 若非地荒底蕴足够雄厚 多半已被一掌生批 在诸天 他能图巅峰大地 但在这太古路 那就不好说了 在这里 巅峰天魔帝不受压制 能使出巅峰战力 最主要的是 这尊巅峰大地 并非普通的地 他对道之参悟 绝不在冥帝之下 死吧 地荒方才定身 一尊天魔帝便杀到 地道神力宁一指 直戳其眉心 乃是针对原神的绝杀 滚 地荒顺身避过 一拳打灭了天魔帝半边地区 占不过巅峰大地 出街大地也敢欺无 打不过你们 并非阴暗门弱 是一尔等数量太多 单挑独占 除却巅峰大地 谁都不够看 诛面 同一瞬 五尊天魔帝齐齐杀到 皆打出了巅峰攻阀 破 破 破 金色泄光乍现 地荒又遭受窗 被天魔帝泄了一臂 圣驱被剖开 圣鼓崩飞 胸膛的血窟窿 甚是刺目 脊背也挨了一剑 几股暴露在外 这一瞬 他圣驱险些被强拆 破 破 破 另一边的红颜 也好不到哪去 这帮天魔帝 各个凶悍 都不怜香惜玉的 出手接杀生大树 红颜频频叠血 几次险葬灭 血色的圣驱 映出了凄美的倩影 敢背叛主人 该杀 天魔帝凶残 一刀 劈出万丈刀芒 这一世 无性苍生 红颜弹道 一剑划出仙河 断了万丈刀芒 斩退了天魔帝 苍生 当真笑话 七八尊天魔帝 骑杀道 或掌印 或拳影 或剑芒 或地气 铺天盖地压来 打得乾坤崩裂 法则逆乱 红颜不语 以圣驱硬抗 他知谋光 是坚定的 前所未有的坚定 每逢说到苍生 记忆里总会浮现出一道人影 坚韧如封碑 那是叶辰 是大楚的第十皇者 也会是诸天史上 最惊艳的荒谷圣体 正是他 燃起了 他那屡对苍生的希望 万古前他站错了 万古后 纵粉身碎骨 他也会誓死坚守那个信念 哄 碰 哄 血色的战场 惨烈到极致 而这份惨烈 是对地荒与红颜 欲要脱身 被平平堵回 都拖着血灵胜区 与一众天魔大帝血拼 什么怪胎 众天魔帝 皆咬牙切齿 他们 已非第一次与他二人战 是大成圣体不假 可这战力 未免太强悍 十几尊大帝啊 还有一尊巅峰帝 愣是拿不下他二人 非但未能拿下 反而有不少帝被打得漫天飞 也得亏他们人多 是群殴的阵容 若是一两尊遭遇 很可能被灭 杀 给无杀 红龙中 赫生又起 震天乾坤 遥望四方 磨煞汹涌 云雾翻滚 地道鲜光纵横 更多的天魔地杀来 除此之外 还有颇多恶魔大帝 形态森然 如意头头鬼魔 硕大的眼眸 鲜红欲滴血 满含暴虐施杀 恶魔来了 自不缺低脉圣体 足有十几尊 各个血发飘荡 各个双目黑洞 一个个的 都是血迹限界状态 而且 是清一色的大成圣体 简直 地荒与红颜之神色 凝重到了极点 本就落下风 如今对方又来援军 不出意外 他们会死 今日 谁也就不了辱 大成圣体优孝 森白牙齿近路 是对红颜说 也是对地荒说 同为荒谷圣体 第一脉强过第二脉的 笑着笑着 他就不笑了 只因来此的至尊太多 又惹乾坤变动 哄 红隆隆 冥冥中 那股让帝都无法抗拒的力量 默然显化 无论地荒红颜 无论天魔恶魔 亦或第一脉圣体 都遭了波及 被一尊接一尊地卷向各方 撑到了 红颜疲惫一笑 任由那股力量将自己卷走 已然习惯了 无论被卷向何方 都比在此处强 至少有喘息的机会 嗯 那一瞬 他似嗅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他豁得回眸 望向了身后 在哪血雾的深处 望见了一道虚幻的人影 一个回眸 似跨越了时空 那道虚幻人影 与他眸中 清晰而朦胧 四目一瞬对视 苍老了岁月 夜 夜晨 是我 寥寥一语 隔了岁月沧桑几百年 搜 红颜消失了 不知被卷向了何处 待他现身 已是一片昏暗的大地 他一步踉跌 还正正望着那方 不确定是自己看错了 还是太想念那人 在那么一瞬 他幌似真的望见了夜晨 满含着泪光 满含着柔情 两久 他才自嘲一笑 太古路 因乾坤溺乱 又堕入平静 至于红颜望见的 是否是夜晨 只夜晨知道 那并非幻觉 是圣战法身 真就闯过了传送通道 真就到了太古路 真就望见了地荒与红颜 可惜 他毕竟不是本尊 本尊能帮他的 毕竟有限 人虽到了 也被通道力量 磨灭的仅剩一丝魂 也只惊鸿一现 被顺然消失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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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万大山中 庞大祭坛前 夜晨如若魔症 一次又一次地吐露着这二子 虽止一瞬 可他却能通过法身望见 能清晰望见漫天神魔 再围杀红颜与地荒 他们 伤得太重了 重准地皱眉 不知夜晨为何如此 看见了 什么 人王忙慌问道 在场的人 也只夜晨知道 他该是通过法身 望见了某些画面 不止他们想知道 天明两帝也想知道 天魔 恶魔 低脉圣体 地荒 红颜 血色的地狱 本章完 第2959章 时空乱流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戒三道 夜晨声音沙哑 谋中是有泪的 多年来不祥的预感 果然不是无地放始的 那两个圣体先辈 时刻都在鬼门关前挣扎 每一日 都在逃亡 他们 在苦苦支撑 不知到死 能不能等到诸天的援军 可惜 诸天无至尊 拿什么来援救 连他进了法阵 都未必能活着到那里 更遑论其他人 去看在场的准地 都以色变了 知道夜晨口中的天魔 恶魔 都是大地 也知他口中的第一脉圣体 都是大成圣体 如此阵容 地荒与红颜战的 该有多艰难 几百年了 他们还活着 就是一个奇迹 夜晨的话 天明两帝也都听得见 都紧皱了眉头 绝非太古洪荒 明帝轻轻摇了头 该是去太古洪荒的路上 道祖沉吟道 难怪他当年 让帝尊提前上路 必是那条路 出了变故 如今看来 何止是变故 那就是滔天浩劫 太古洪荒的路 断了 帝尊都战死了 谁能杀得过去 谁能延续那条路 两帝的话 只有两帝懂 十万大山 禁忌一片 所有人都望祭坛 望着那法阵 法阵还在急速转动 而其内透露的气息 掺杂着地道 隐约间 还能嗅到天魔 恶魔 和低脉圣体的气息 夜晨又踏上了祭坛 拳头紧握 回来 依旧是圣尊与地基 一左一右 将其拽了回来 生怕夜晨一脚踩进去 法阵的尽头 可不是闹着玩的 莫说他半步大成 纵使大成也不够看 夜晨沉默了 笑得颇自嘲 在诸天 他或许是至尊 但在哪里 他连坐楼椅的资格都没有 强如地荒与红颜 都站得那般惨烈 更遑论他 这尊小圣体 或许到不了哪里 便会被通道磨灭成灰 毕竟 他还不是大成 地尊去了都不够看 地荒与红颜多半也一样 只他亲自去才行 明帝望向了天玄门 望向了灵霄宝殿 若他成帝 或许可以 道祖淡道 看得依旧是夜晨 这话 让明帝的谋 一顺明亮 也一顺暗淡 夜晨若大成 夜晨若成帝 或许真能走完 帝尊未能走过的路 但 那尊小圣体 连大成都未跨过 更莫说成帝了 所以 比起夜晨 明帝更倾向于若曦 等一尊圣体正到成帝 要等到何年何月 他们等得起 诸天却等不起 诸天无地 他不能走 道祖叹息 知晓更多秘星 也知若曦的存在 干系有多大 他贸然离去 那降临诸天的天魔恶魔地 可就不只是大地了 或许会有天地 甚至准荒地 不等他接续太古洪荒的路 诸天便会被天魔踏平 纵到了太古洪荒 也一样失败 且败得更彻底 如与吾 可尝试闯一闯 明帝深吸一口气 吾等去了也无用 路已断了 这世间 真正知太古洪荒在哪的 只他一人 也只他能接续那条路 况且 如吾二人 须死守天明两界 妄动不得 唉 明帝也叹息 看了无数年 也想了无数年 终是知道太古洪荒出了何等变故 却是鞭长莫及 这等无能为力的感觉 让他顿绝地 就是一个笑话 哄 两帝叹息时 突闻大楚轰隆 但见十万大山上空 有一个大窟窿兔的列出 窟窿中有一道漆黑的魔光柱 从天笔之落下 斜毁灭之威 那 那是啥 地牢仰头 神色正正 太多准地心境直颤 自那魔光柱上 嗅到了毁灭的气息 还未真正落下 便有了一种要匍匐的冲动 退 夜沉大喝 众准地们接退 虽不知那是啥 但黑不溜秋的 一瞧便知 不是啥好玩意儿 若被砸中 下场必惨 哄 又是一声轰隆 漆黑的魔光柱 砸入了祭坛法阵中 法阵轰然崩毁 庞大的祭坛 也随之炸裂 同一时间 一道漆黑漩涡呈现 急速转动 有吞天灭之之威 崩飞的祭坛碎石 成片地被卷入 就连四周的山岳 也一座接一座地被扯入 时空 夜沉咬牙 退着退着 便又被那漩涡给吸了回去 纵一瞬动大城的战力 也未能定下身 纵失飞雷神 却是无效 进了漩涡 便消失不见 连他都如此 更莫说其他准地 一个个都未能幸免 退倒是退了 可退得不够远 包括神将 包括皇者 所有的准地 都无法抗拒 都被扯入漩涡 瞬间消失不见 那是一幅可怕的画面 人影乌央的十万大山 顺势空旷 只满目窗移 也在不见半个人影 时空乱流 时空乱流 天明两地齐声道 脸色皆难看 身为地 自知那漆黑的魔光柱 出自何处 必来自太古路 只因法阵沟通了那里 有力量通过通道逆向传回来 可不是普通的光柱 是由时间之力 空间之力 时空之力交织 都是禁忌的力量 掺杂一处 引发了时空乱流 夜晨他们 都被卷入了气中 时空乱流 可不是啥个好地方 纵地被卷进去 也未必出得来 除非 通晓时空法则 这是一场灾难 要知道 身在十万大山的人 可都是巅峰准地 步伐至强巅峰境 可以这么说 诸天九成以上的巅峰战里 都在十万大山 如今 皆被时空乱流卷走 他们若出不来 会是何等的损失 于人际而言 就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啊 该死 含蓄与道祖 都一声冷哼 震得整个天界晃荡 该死 明帝的怒火一不小 一鹤差点把明界震得崩塌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人措手不及 一个时空乱流 竟带走了诸天九成以上的巅峰战里 这一瞬 天明两帝都捂了胸口 不知是怒的 还是疼的 那些人中 有半部大成 他年 或许会大成 算是一个至尊 那些人中 有太多有望成帝者 他年 或许也会是一个至尊 此刻 竟被一个时空乱流包园了 如此 人家还会有大成吗 如此 诸天还有人能成帝吗 也得亏黑袍地死得早 若见这画面 多半会笑 把老子当祭品 催动了法阵 你们貌似也不怎么好过呀 被卷入时空乱流 就别想出来了 这般一想 哎 够本了 本章完 第2960章 非常时期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为了十万大山 任何人不得出入 夜里的大楚 丝和声震天 乃福牙 第一个赶到十万大山 一眼俯瞰 莫说人影 连一只鸟都没 那么多准地 如人间蒸发 人呢 都哪去了 后道的古三通 太乙真人 乌鸦道人他们 也是一愣 虽是准地 可修为未到巅峰 先前无资格踏入 见十万大山有大动静 这才赶来 大眼一瞧 祭坛没了 人也没了 十万大山一片狼藉 怎回如此 后道的明觉与白纸 也神色难看 先前在闭关 听闻动静 才提前出关 同一瞬 两人抬了谋 望向了苍渺 笃定明帝先前有在看 也笃定明帝知晓缘由 明帝不语 只叹息 哇擦 人呢 咋就没了 跑哪去了 诡异 来十万大山的人 越发多了 一个个摸不着头脑 一张张都是猛逼的脸庞 那么大一群人 最弱的都是准地巅峰 还有一尊半步大城 咋说没就没了 这边 福牙以自天落下 来了先前祭坛坐落的位置 左瞅右看 四方枯寂一片 不止人没了 祭坛没了 连四周的颇多大山 也都没了 诡异的让他都到抽冷气 发生了什么 禁忌的力量 明觉定身 闭谋感知 随意消散殆尽 却能隐约嗅到 时间 空间 时空 白纸青男 翘眉微平 明觉嗅得道 他也嗅得道 四隐若现 难以捕捉 但却真实存在 那么多准地莫名消失 必与禁忌力量有关 早听师尊说过 多种力量掺杂 不是造化 便是恶难 如今这场景 避暑后者 快快快 山外 大楚军队已致 绕着十万大山 排兵布阵 更有庞大的结界 照了那片天地 天庭第一殿主 萧峰 披着铠甲走路 一路走一路看 早知巅峰准地们 在这研究法阵 可人都哪去了 嗅 福牙寄了一座神碑 神碑之上 挂满了一块块 元神玉牌 有大楚皇者的 有帝尊神将的 太多太多 还好 元神玉牌都还在 不会组队潇洒去了吧 嗯 靠谱 静不带暗 真不地道 太乙真人 私命星俊 和太白金星 也来了 都揣着手 口中逗乐 可脸色却不怎么好看 此事 太诡异 封闭大楚 此事 任何人不得外传 梁九 才闻福牙话语 颇有威严 昆仑神女不在 皇者不在 神将不在 整个大楚 他说话最有分量了 这消息 绝不能外传 一旦被洪荒得知 必是一场浩劫 九成以上的巅峰战力都不在 拿什么对抗洪荒 我 我 我 令下 即到地兵横天 如一轮轮太阳 地道神辉普照大地 一座庞大的结界 顺势撑起 那是一种 只有在战时 才会撑起的护天结界 你二人 随我来 福牙说着 登天而去 明觉与白纸 最后看了一眼 纷纷跟随 天玄门中 福牙持着东皇太新的神令 开了沟通 玄荒与幽冥的水墓 没了 那么多准地 都没了 怎么可能 玄荒与幽冥方向 都传来了惊一声 要知道 那些人中 也有他们的老祖 也有他们的长教和族皇 因法阵一事 巅峰战力 基本都去大楚凑热闹了 此番留守的人 巅峰准地的数量 极其有限 好好的 咋就没了呢 守好玄荒 幽冥 此事 吴会尽快查清 福牙说着 关了水墓 揣着手 割那夺来夺去 虽极尽压制 还是透出慌张之色 阴霾隆目了心神 往日 他都是给人王或东皇 太星打下手的 充其量 他只是一个参谋 如今 坐镇的人都不在了 他少了主心骨 难免慌乱 洪荒不作乱最好 无外遇入侵也最好 这两者 随便来一个 如今的诸天都撑不住 越这般紧张 越惹洪荒怀疑 明觉淡道 还随意瞟了一眼福牙 这老家伙 貌似已乱了分寸 神子此话不假 轻语声响起 红尘雪来了 看样子 也是被扶牙召来的 没办法 此刻的大厨 能用之人的确不多 红尘雪身份特殊 曾为天庭情报格格主 把他召来最合适不过 他知脸色 也不见得有多好看 那么多巅峰准地 如人间蒸发 能不能回来 都是未知数 能回来最好 若回不来 那他们只能靠自己 放出消息 说今夜之事 乃诸天做的局 只为引洪荒出来 红尘雪说道 仙子这脑瓜 挺好使的嘛 明爵笑道 拎出了酒壶 吓唬洪荒 套普 白纸一笑 他也是这个意思 可行 伏牙捋了胡须 瞅了瞅明爵与白纸 又看了看红尘雪 大楚的人才 还是很多的 他这个二把手 或许撑不住场面 但有人能撑住场面 至于红尘雪的方法 他是完全赞同的 兵法有云 心战为上 兵战为下 诸天孱弱 心战或许比兵战更好使 洪荒一次次被打的那般惨 早已是惊弓之鸟 实则须知 须则识之 稀里糊涂的谁敢出兵 谁又敢做那出头鸟 一招不慎 会被灭族的 战略定下 红尘便走了 行走中 身上蒙了战衣 迷惑洪荒 只是暂时的 他日 时刻都可能上战场 明爵与白纸也走了 一个留在大楚 一个去了星空 如今的诸天 他们的战力 该是数最巅峰的 若有战乱 上战场的会是他们 一个镇守大楚 一个巡视星空 三人都走了 扶牙稍稍心安的心境 又多一丝慌乱 狠狠吸了一口气 他才传出了神识 撤掉了大楚的结界 不多久 便有不少人被送来 多是凡人 多是凡人的将军 多是长盛将军 平生未尝一败 与修士干账 他们或许不行 但某些领域的智慧 是先人比不了的 这一点 西年的夜晨 就做得很好 能将指挥权交给凡人 他或许是修士界的第一个 那一战虽打输了 但不怪凡人将军 是天魔太强悍 秦雄也来了 曾经也为将军 如今身为修士 智慧还是有的 有人做参谋 扶牙又来了底气 这一夜 诸天不平静 多有人入星空 如诸天种弟子 如闭关的弟子集 都跑出来溜达了 是为防洪荒族 也为迷惑洪荒族 九成以上的巅峰战力 不在诸天 得有人出来挑大梁 真要开战 夜晨那一代人 便是诸天的主力 至于老辈 多以做好自报的准备 只包不住火 十万大山的事 很快被洪荒知晓 祖地虽自封了 却有探子在外面 消息很快传回 这下 洪荒不安分了 那么多准地 都没了 情报是这般说的 各位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无怎听说 此乃诸天做的局 小心为妙 那帮蝼蚁 坏得很 各族相互传音 此刻倒是抱团了 情报互通 较为滑头的种族 则在忽悠其他种族 去探探虚实 可惜啊 谁家都不是傻子 谁都不会傻到去 当那出头鸟 起码得整明白了 谁能保证 那不是诸天 给洪荒挖的坑 跳进去 可就出不来了 明帝的眸光 深邃了不少 看样子 洪荒都被打怕了 估计越多 便越小心翼翼 这 便是诸天想要的 没办法 非常时期 需非常手段 本章完